第509集 战 我们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合作 李维的额头上鼓起了一个大包 样子说不出来的滑稽 转头 却与另外一位幸存的舞者向着北风靠拢 好 北风点了点头 明智地选择 这个时候只有联合在一起 才有一丝希望逃出升天 咕咕 一群流氓兔缓缓地靠近 像是不着急去追逃跑的一行人 把北风等人围在了一起 不远处 一头身材高大 但岁数却很苍老的流氓兔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天灾人祸 北风须眯着眼睛 当看见这一头流氓兔手中抱着的东西之后 瞬间眼神一亮 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天灾人祸湖的神通 一动用就是三级的天灾人祸 不要说这一群妖兽 都是对北风一行人带着强烈的敌意的 事宜完全没有限制 一头隐藏的黑雾之中 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妖兽 凝视着那一头流氓兔 而北风却没有停止 第二个对象是大不留心走过来的 样貌苍老的流氓兔 另外随意地选择了一头流氓兔 咕咕 苍老的流氓兔 一瞬间一蹦一百来米高 站在树梢之上四处张望 方才他感觉到了强大的恶意 但是左右四顾 却又是找不到丝毫的目标 一群流氓兔抬起头 看向了上空树梢上站着的流氓兔 还有一头流氓兔的手中 拿着一根如同黄蜂尾后针一样尖锐的武器 上面布满了无数的稻钩 轻轻地扫到 就会被刮下一大片的血肉 这头流氓兔的气势很强 仅次于上空那头苍老的流氓兔 咕咕 这苍老的流氓兔 疑神疑鬼了半天 但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眼神之中闪过了疑惑 但最终 只是认为是自己的错觉 一头不过三米宽的银色大鹰 在上空盘旋 鸣脚身中充满了金属质感 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树梢之上的流氓兔 双齿用力一阵 速度之快 上一瞬间还在千米高空 下一刻 就出现在这头苍老流氓兔的前方十米 咕咕 这头苍老的流氓兔勃然大怒 二话不说 操着一身恐怖的肌肉 就与这头银色大鹰站在了一起 下方的一群流氓兔咕咕地叫着 北风一醒人 则像是成了局外人一样在看戏一般 好强啊 我现在还不是对手 北风看着上方两手搏杀 对比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摇了摇头 家主 这两头妖手都是百年镜的巅峰了 应该算半步千年王 吕布的神色凝重 这两头妖手自己对上任何一头都没有把握 震耳欲聋的碰撞声 嘶吼声响彻云霄 一根根如同白金打造的羽毛从天而降 根根沉重无比 掉入地面之后 纷纷插入地下 银色的大鹰 嘴嘴锋利无比 瞬间刺入到流氓兔的眼睛之中 叼出了一只眼球 流氓兔惨叫一声 双腿瞬间向上一蹬 顿时让银色大鹰的一只爪子断领 两者打出了真火 漫天的鲜血和淋雨从天而降 最终流氓兔硬生生用仅存的一只右脚 踢碎了银色大鹰的脑袋 而银色大鹰一只完好的爪子 也穿刺了流氓兔的身体 两脚俱伤 流氓兔惨声 打着旋的两头妖手 从百米的高空之中落下 纠缠在了一起 流氓兔也没有力气飞行了 下方数十头流氓兔 此时才惊醒过来 拿着黄蜂尾后针的流氓兔 瞬间一蹬地面 冲到两头妖兽的下方 一头老鼠一般肥瘦的妖兽吓了一跳 看着自己洞穴之中 突然多出来一根粗壮的脚 此时这头老鼠模样的妖兽 以打破这个族群的速度 抱着这一条大腿 狠狠就咬了一口 这种老鼠模样的妖兽 最爱的食物是一种剧毒蛇 这种蛇浑身上下都是毒 这种毒不会致死 只会让人生不如死 唯一的特点 就是放大百十倍的疼痛感官 感官到了这个程度 就算是风吹过皮肤 都会感觉像是刀子鸽一样 此时一只脚踏入老鼠窝模样的流氓兔一浪 而后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瞬间像是跳起 但这一跳不要紧 上方十来米的苍老流氓兔可就惨了 手里拿着的黄蜂后尾针 充满无数细密倒钩的武器 直接捅进了上方掉下来的 苍老流氓兔的尾巴下方 让是北风这个始作俑者看到这一幕 也是感觉到菊花一紧 反射性地夹来夹双腿 这尼玛看着都疼 另外几头流氓兔都慢了一步 看到这一幕直接愣住了 一脸呆萌地看着苍老流氓兔 那扭曲无比的脸色 以他们的智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着着苍老流氓兔的表情 几头流氓兔感觉到 浑身凉嗖嗖的 有些害怕 咕咕 被这老鼠模样的妖手 咬了的流氓兔 落在了地上 使劲地对着自己被咬的伤口吹起 越吹越感觉到疼痛 一头手里拿着黑色圆饼一样的流氓兔 把手里黑色的东西放在了地上 一屁股坐在了上方 两只大耳朵使劲地抖动着 不知为何 这流氓兔感觉到 自己屁股下坐着的圆饼 有些发烫 轰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强烈的光芒闪过 一道气狼 让无数的大树折断 一朵蘑菇云冉冉升起 烟尘散去之后 方圆三百米的地面 直接出现了结晶化 几头破破烂烂的流氓兔尸体 出现在场中 浑身冒着黑色的烟雾 咕咚 这李维啊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太诡异了 这一切巧合得太吓人了 吕布等人也是感觉到脖子后发凉 像是有人在背后吹气一般 一群流氓兔也是一脸的呆萌 什么情况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一群流氓兔红着眼睛 与北风一群人对视 眼睛里没有暴力 反而是迷茫 咕咕 下一刻 脑子有限的流氓兔 说开打就开打 四十几头流氓兔 向着北风一群人扑了过来 垂天之意 锋利无比的垂天之意 瞬间斩杀了三头流氓兔 而北风也是硬生生地 扛着四头流氓兔的攻击 被震得连连后退 嘴角溢血 兵风千里 李维的双手 猛然按在了地上 上百根粗大坚硬的兵柱 瞬间突起 这不少的流氓兔 直接被刺伤了 风云掌 一道道惊天动地的吼声传来 让北风不禁抽空 向着吼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一个浑身壮硕的葛飞的护卫 直接身形拔高了一米 一掌打出威势无量 下一刻 这头护卫 就被五六头流氓兔一脚蹬死 让北风无语 这么大的声势 有个毛用啊 吕布一行人 围绕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战争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还是节节败退 要不是吕布撑着 早就出现伤亡了 此时北风与李维背靠背 一道道强大的攻击 带走了一条条的生命 北风的身体强大 但是这些流氓兔的腿力太强了 挨上几脚 北风都感觉到快要扛不住了 浑身的五当六腑 如同是一味了一般 气血翻涌 雄鹰鸡 北风是越战越强 伤势虽然很重 但是这样的生死搏杀 让北风对身体的掌控 也在节节攀升 一击雄鹰鸡 直接打爆了九头流氓兔 战果非凡 而另一边 李维同样拼命 一座冰山浮现在了头顶 瞬间向着二十来头流氓兔 镇压下去 砰 十来头流氓兔 直接用力一蹬 偌大的冰山下降的速度一顿 而后破碎 但是浓郁的寒气 还是让着十来头流氓兔的动作出现了僵硬 被北风打爆了 咕咕 三头流氓兔向着北风登来 速度之快 让北风都有些看不清 列地浮 北风的右脚狠狠地一跺地面 脚下没有塌陷出一个大坑 但是北风双脚站立之处 却是出现了无数大腿粗的裂痕 数十道苍青龙兽盘旋的斧头 从裂缝之中出现 向着三头流氓兔斩去 当 当 一把把战斧 把流氓兔踢碎 但是北风 也只是为了 拖延一秒不到的时间而已 斩龙斧 下一刻 北风的左脚围中心 整个身子扭曲到一个夸张的角度 右脚如边 狠狠地向着三头流氓兔抽了过去 璀璨的苍青色巨斧 由北风的脚下出现 向着三头流氓兔横切而去 北风大口大口的喘气 消耗太大了 环顾四周 场中只剩下了十来头流氓兔 李维不知何时 躺在了地上 生死不知 这些妖兽就像疯了一般 没有半点恐惧的感觉 不行 尽快地离开这里 血腥味越来越重了 北风暗暗地响着 浓郁的血腥味 在空气之中飘荡着 北风一心而用 抵挡着五六头流氓兔 剩下的流氓兔被吕布牵制着 太阴 太阳 火 北风的双指向着眉心一点 星宫前三层大门轰然开启 三头高达十米的星神出现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属性波动 三尊星神 各自对上了一头流氓兔 太阳星右手之中 出现了一朵半米高的纤细火焰 就算被擦罩一下 都能够感受到恐怖的伤害 只是几个闪烁之间 与流氓兔交错而过的太阳星的手掌之中 就出现了一颗跳动的心脏 而火焰君王则是不动如山 一层森白色的火焰 在身上燃烧 没有亲自动手 一条长着独角的熔岩蟒 瞬间化作了一条火焰 恐怖的高温缭绕在了熔岩蟒的身躯之上 几个回合之后 一声苍劲的蛟龙之银 顿时 流氓兔的脚下猛然爆发出了一股 恐怖的金色岩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